库巴的海岸边 悠然地耸立着归国者登陆的石碑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8月17日 从日本本土乘坐军用船的第一胚归国者 就是从这条战桥上岸的 战时疏散到国内外的人数一共有大约10万人 大多数的归国者都是从这条战桥起步 由这里的Kubasaki踏上冲绳战后复兴的第一步 向年轻人传递绝对不忘战争的残酷 勇守和平的愿望 这个登陆的纪念碑 是作为祈愿和平的桥梁而建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